遛狗不拴绳,一只马犬的后腿直接被大货车压断 但是接下来狗主人的做法却令所有人都惊奇不已 养这只马犬是一位老大爷 他在前段时间的早上遛这只马犬并没有牵牵引绳 这只马犬兴奋度非常高,在街上乱跑乱跳 说是迟,那是快,这只马犬突然间看到了一只小猫 直接冲到了马路中间 迎面死来的大货车直接将这只马犬的腿压断掉了 老大爷伸手也非常矫健啊,直接挡在了大货车前面 他对大货车司机说,这只马犬我当时买过来的价格花了3000多块钱 是一只品相非常好的马犬,现在狗腿被你压断了 这只狗基本上也就成了残吃品 你今天不付我2000块钱你休想走 大货车司机也非常委屈啊 但是碰到这样的老大爷他也没有办法 经过和老大爷的讨价还价之后 最终付了1000块钱 这只老大爷才带着他受伤的马犬扬长而去 就这样老大爷又养了这只马犬一段时间 他发现这只狗没什么用了 因为他只剩下了三只腿 跑也跑不快,跳也跳不起来 就这样在昨天早上 这位老大爷将这只三只腿的马犬直接卖给了狗肉商贩 狗肉商贩当时给他出价是600块钱 老大爷说这只狗赚大 这只马犬实际上他只养了一年时间左右 一年之前是300块钱低价从狗室里买回来的 现在狗腿被大货车司机压断了 大货车司机赔了他1000块钱 而后卖狗肉又卖了600块钱 一共卖了1600块钱 围观的群众跟老大爷说 1600块钱你也没挣到钱啊 这只狗你养了一年时间 吃狗粮想必也花了很多钱吧 老大爷说你真傻 我隔壁就是一家饭店 每天从饭店里捡点剩菜剩饭喂狗就行了 完全没花我一分钱 这只狗白赚了1300块钱 而且养了一年时间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 现在给他送进了饭店 他最终归宿也是非常好的 他只剩下三只腿了 余生也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现在直接进入饭店 成为别人下韭菜 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去处 也算这只马犬做了最后的贡献吧 可以说这只马犬的一生是非常值得了 对于老大爷的做法您如何看待 好 好